就因為我是人 我也要生存 你還真以為她還是你家小姐啊 她媽以為我傻啦 蛤色跟蝦藥我看不出來嗎 她不來幫忙啊 快點 這個世界上 也許我們不是最有天分的 但是我們總是可以當最努力的那一個 謝謝 不是寶寶 你演得很好耶 謝謝 你在演的時候 你的靈魂是怎麼注入寶寶的靈魂這樣子 我覺得我的基因裡面 有一點點是很深處的地方 金鐘世帝吳康仁這次在華登初上 飾演變裝皇后寶寶 精湛演技再度讓觀眾吃驚 其實她不是爆紅性演員 2008年入行 直到近幾年才走入大眾的視野 成為家喻戶曉的大明星 而進入演藝圈之前 她更是輾轉各個職場 七年換過五十個工作 我被爺爺帶大 我反而對爸爸沒什麼感覺 我對我的媽媽小時候也沒什麼感覺 就是因為真的太少見了 我的生命當中可能最常出現的人 就是我爺爺跟我哥哥 小時候我們一起住 而且是在一個 因為我們是眷村小孩 那以前爺爺被分發到的房子 他的房間很特別 就是只有一個床 一個衣櫃很小 那那個床就是雙人床 等於是我們爺孫三個人 爺爺是睡最外面 然後我跟哥哥是睡最裡面 就開始要澆錯睡 我印象深刻就是 就是那個腳啊 就是他的腳會在我的臉旁邊 那我的腳會在他肚子上之類的 吳康仁從小父母離異 為了鐵補家用 十三歲就出來打工 擺地攤收垃圾到工地 他都做過 在工地上班是很危險的 很多釘子 很多大大小小的釘子 都在木板上都在地上 然後有時候你插到腳 就是三寸釘大概是這樣子 那你的腳被這個三寸釘踩到 基本上你不管穿有那種鋼板的鞋子 你還是會被穿透的 所以我們常常腳是踩到釘子 然後一踩到釘子 要嘛踩到還好 一踩到釘子 可能三寸釘就會把你的腳 腳背穿過去了 你的腳背就穿過去了 對 所以你還要自己把它拔掉 然後去打破傷風 所以你有這樣的經驗嗎 有有有 而且那個血是 就是有點像戲劇效果的血 就是 你拔掉釘子以後 它的血是這樣 啾 拋路線的 然後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就看著那個血一直流 天的被馬 他們是希望我動作快 然後希望我安全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 用溫柔的口氣說你小心 但是他們會用 比較直接的台語說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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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髮這賽 十九歲時 吳康仁北上台被打拼 在酒吧當起調酒師 俊帥的外表 讓他有機會 接觸到拍攝廣告 酒吧的工作 對 是 調酒師嗎 對啊 是演員之前 演員之前 所以專業還是說 白天還要做別的事情 應該算專業 那那個時候 可能就是 開始會有接觸一些廣告 所以你會調酒 會啊 Long Beach 你會調嗎 Long Beach Long Beach 那加什麼 我不知道你 因為 Long Island Long Island 你雖然看不到它到底在洗什麼 可是當你靠近看它的時候 它在洗手槽的每一個杯子 它只要洗過 還沒沖水喔 它的洗過都是會有聲音的 你就會聽得到它那個 就是海綿跟玻璃杯那個摩擦的聲音 它就會磨出那啾啾啾啾的聲音 然後再加上它每擦過一個杯子之後 它就會把它排好 重點是它都還沒沖水 它都會把它排好 然後沖水之後又把它排好 然後等它掠乾的時候又拿來擦 等於是說 你雖然看不到我們檯面下水做的事情 但是他們都會做得非常好看 漂漂亮 當酒保的經歷讓吳康仁學到 無論在檯面上或檯面下 都要始終如一 才有辦法做好一件事情 儘管27歲才入行 但也因為如此 他才能更成熟的去面對未來的工作 體悟到對人生負責 對職業負責的態度 知道我只能當演員 因為我不是一個當偶像的料 因為我知道我很難 很難去讓自己 在無意識的狀況下 表現出我好像很開心的樣子 那時候剛入行前兩三年 就是不拍戲還好 不拍戲可能就是等 一拍戲反而是每一天都 收工都會非常難過 因為那種難過是來自於就是 你今天怎麼表現得這麼差 然後你就會回去的時候 你就會一直否定自己 對 然後就很難過很難過 然後隔天你又會變成一種 感覺好像又是 雖然睡了一覺 然後醒了一天 可是你感覺是在做一樣的事情 就是每一場都在演技 剛出道時 飛科班出身的吳康仁 什麼都不懂 不是去做什麼是難 重點是我們要變什麼很難 為了成為優秀的演員 他就知道一件事 那就是努力 製作方他們設定的男主角是 是A吧 然後我們通常就是那個B C D 我們是後補A B C D 那等人家A不演的時候 才會想到B C或是D 有時候我還是E 對 那那個時候就覺得說 沒關係啊 那如果真的想演的都演不到 那我去演你們不想演吧 你還沒有看到一個 認為你好的博樂出現的時候 你可能真的就是要不斷的努力 所謂的努力 很多人都會問我說 到底要怎麼努力 看書是一種努力吧 認真玩 用力去玩也是一種努力吧 那好好的看劇本也是一種努力吧 好好的去看電影也是一種努力吧 可是有些東西是在你生活中 回憶裡面的東西 那是一種呼吸 你曾經在公車上呼吸的味道 你曾經按了那個公車的電鈴 或拉了那條線就要 當我要下車 而不是你刻意去做的 那個都是一種回憶跟經歷 那我真的覺得就是 當然這一行就是努力 那有時候靠運氣 但就是要好好的認真過生活 認真過生活 日本花式滑冰選手 與聲結弦曾經說過 努力也許會說謊 但不會白費 是的 胡康仁的努力沒有白費 下一站幸福 出場走紅滋味 麻雀風暴貨班金鐘迷你 聚集單配角 一把金成為金鐘市地 電影白蟻勇多背影影帝 這兩年更憑我們與二的距離 斯卡羅和華登初上成為大事演員 總是有機會讓你做最努力的那一個 因為你有機會當最努力的那一個 那也是唯一你能做的事情 那是唯一我們能做的事情 如果當唯一你能做的事情 你還辦不到 你還不努力的話 那很快點你就會消失 真的會消失 因為這一行就是這麼的素食 會有新的人出來 會有比你更好看的人出來 事業努力 不過在愛情上 吳康仁看起來卻是輕鬆協議 畢竟人家長得帥 不用靠相親或朋友介紹 歷來緋聞對象和現任女友 都是假戲真作 2008年他演出張信哲的殘念MV 和曾凱璇戲裡當分手情侶 戲外則演出好感情 對外人堅稱雙方只是 好朋友 2010年演出《中午宴》 跟同劇的黃錦麗陷入熱戀 還被拍到一起親身 回女方家過夜 2011年 因為田莊英雄認識了魏曼 被直擊女方到吳康仁家過夜 一起鴛鴦哈煙的畫面 隔年他還沒有恢復單身 就與合拍花時愛的周又廷傳曖昧ING 但最後也是細散非文散 2014年 吳康仁和夏宇喬拍A咖的路 交往半年後分手 事後夏宇喬表示 兩個人根本沒有時間相處 有沒有第三者不重要 而說起吳康仁最有名的一段情 絕對是2015年 和眼白蟻的鍾瑶 他倆穩定交往兩年 鍾瑶視吳康仁為對的人 曾經有過結婚的想法 沒想到2017年10月 小郎口去日本旅遊回來以後 吳康仁竟然提出分手 當時外傳是溫真凌介入 吳康仁大動作陳情 自認主因是個性變扭 求媒體不要傷害前女友 不過真正傷害前女友的 恐怕是她隔年2月 被拍到與合作 極品絕配的邵宇薇一起逛街 好巧不巧 邵宇薇和張立揚分手的時間 竟重疊到她與鍾瑶分手的時間上 雙劈腿傳聞甚囂成傷 當時吳康仁否認戀情 喊冤我不是壞男生 但也坦承我一直欣賞邵宇薇 這兩個人的緋聞就這樣傳啊傳的 直到2020年11月 被拍到去女方家優惠後 雙雙終於大方認愛 雙宇薇的經紀人更直接表明 是分手一年又複合 似乎間接證明 他倆在2018年就確實戀愛ING 原神過程中 人事物總是來來去去 永遠不會想到有誰 或者哪個他 會在熟悉的地方 遠遠的看著你 當你累的時候 會用微笑擁抱疲憊的你 而他是 看來遠離當初敏感的時間點 過盡千帆的兩個人 精力分手又複合 終於決心 一起手牽手走在陽光下 當年最近這麼多好事 那你的好事 會不會 我的好事 我的好事 好事總是讓人期待嘛 那就希望大家祝福 那我就認真過生活 認真過生活 然後期待有一天可以跟大家說 慢計劃了 我們隨緣吧 好事